中国国防预算增长7.2%,西方紧张的不行 可别这样啊,让你们紧张的事还在后头呢 两会期间,国内外媒体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国防预算的最新动态 每年这个时候,中国国防预算都会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因为这不仅关乎中国的国防建设 也反映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国防预算的走向备受关注,这是肯定的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国防预算相比去年增长了7.2% 达到了约1.6万亿元人民币 虽然增幅看似不大,但是在国际中相比较 中国的国防预算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 与美国的9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和日本同比增长超过16%的国防预算 中国的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还是很保守的 这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国防建设上的稳健和审慎态度 然而尽管中国国防预算增长幅度这么小 但是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对此表示担忧 甚至炒作中国威胁论马上就来临 这种论调当然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一个国家的国防预算增长并不等于 这个国家就会对其他国家的国防安全构成威胁吧 事实上,中国的国防建设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而不是针对其他国家的 此外,一个国家的国防预算增长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人口基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适当的增加国防预算合情合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强调 国防建设的透明度和合作性 积极推动与世界各国的军事合作与交流 西方国家应该明白 一味地盯着中国的国防预算 对于遏制中国其实根本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因为中国的预算 其实每一笔钱最终都会落到实处 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也是美国最害怕的事情 因此,让美西方他们着急的事还在后头呢 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必然趋势 而且,中国一直秉持着和平发展的理念 从未主动挑起过任何战争或者军备竞赛 所以说,西方国家应该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 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看待中国国防建设的发展 当然,增加国防预算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挥霍 中国政府在国防建设上一直秉持着节约高效的原则 确保每一笔钱用在刀刃上 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现代化 以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和应急能力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中国的国防建设不仅关乎自身的发展和安全 也关系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将继续秉持和平发展的理念 推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合作 总之,一句话 中国的国防预算增长是合理的 稳健的,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西方国家应该立刻停止他们的偏见和误解 以更加开放和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国防建设 同时,中国也会继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 那么,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之下 中国将继续坚定地走在和平发展的大道上 给大家看看